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阿波羅網報導 中共新立法 習近平第一個違法 綜合報導 習近平被中共元老痛罵 報內幕原來是這麼回事 親臺轉移內部壓力 共軍分析師 中共還沒準備好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副頻道 今天是美國時間9月10號 星期天 我們通常在視頻發布後不到一小時內提供字幕 您只需點擊視頻右下方的CC按鈕 即可打開字幕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中共新立法 習近平第一個違法 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日前審議並公布的《治安管理處罰法》修訂草案引發爭議 其條款中 規定穿著有損中華民族精神 傷害中華民族感情的服飾 標誌和製作傳扬宣揚 散布有損中華民族精神 傷害中華民族感情的物品或言論 將被處以罰款和拘留 此消息在大陸社交平臺掀起質疑聲浪 許多網友創作相關圖片 回應當局 你對穿衣自由進行限制 網友atourfuture2225在X平臺發了一張習近平穿西裝的照片 並留言說 那習近平第一個違法 獨立時評人蔡勝坤在X平臺上發帖表示 1949年後 中國人穿什麼衣服就是個政治問題 旗袍不能穿 西裝更是腐朽的必須拋棄 發展到文革服飾簡直高度統一 文革後期 乃至改開之初 稍微有點個性的穿著 都被視為奇裝異服 連褲腳尺寸小了一點都躲不過鋒利的剪刀 不要小看對著裝的管控 這很可能又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在任何時代 在一秒鐘內看到本質的人和花半輩子看不清的人 命運或許大不一樣 一個時代的改變不可能寄望於統治者的自我覺悟 如果不願隨波逐流 又沒勇氣與之抗爭 便只有死亡或逃亡兩種選擇 《阿甘政傳》裡的阿甘說 你若遇上麻煩 不要逞強 你就跑 遠遠跑開 蔡勝坤提到 立法管控著裝 不禁想起了喜歡穿旗袍的張愛玲 從某種意義上說 張愛玲就是源於著裝不正確而遠走美國 1951年 上海召集 文藝界人士開會 張愛玲身穿深灰色旗袍 外照網眼融線衫 在幾乎統一的藍色和灰色海洋裡 這副舊上海女人的打扮 還是使她成為藝術 會後 在新上海主管文化宣傳工作的首長夏眼同志找她談心 說今後還是變一變裝束吧 你穿中山裝或列寧裝 也許會更好看 張愛玲說 連穿衣服的自由都沒有的地方 還會有什麼自由 1952年7月 32歲的張愛玲 隻身離開大陸去了香港 9月8日 網友川和小陽在X平臺貼出魯迅當年穿和服的照片說 上世紀的一個漢奸 少年時曾因父親的死而極端排斥詆毀中醫 後前往日本留學 經常在公開場合穿和服 回國後多次寫文章辱罵中國文化 攻擊中國人 認為中國人有劣根性 而就是這樣一個人 其作品居然大量出現在語文課文裡 獨教材仍在氾濫 要利用新的治安管理處罰法 將這些人繩之以法 也有網友在X上留言 加速師親自帶領回到了草綠色的年代 離吃草時間不遠了 習近平被中共元老痛罵?報內幕原來是這麼回事 日經亞洲社論撰稿人鍾澤克爾引述消息人士指稱 在今年夏天北戴河會議上 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遭到以前國家副主席 曾慶紅為首的中共退休元老當面斥責 引起各界討論 日本資深媒體人石板明夫9日深夜在臉書發文表示 以他過去在中國採訪的經驗 此消息看起來有很多地方不太真實 石板明夫說 該片報導引起全世界媒體的關注和引用 很多人質疑這條新聞的真實性 他和這篇報導的作者很熟 以前在北京時曾經是競爭對手 該片報導 除了暴露習近平在北戴河會議中當面遭到中共元老批評 還提到元老在北戴河會議前在北京郊區開了一個會前會 而習近平被斥責後 對親信表達沮喪之意 並將問題推給前中共領導人鄧小平 江澤民 胡錦濤等人 石板明夫指出 共產黨元老在北京郊區會前會可能性不大 中共是個金字塔形組織 每個元老都屬於不同的黨支部或黨組織 除非是黨中央授權參加的政治局擴大會議 否則有意見時 只能在自己所屬的黨組織內逐集向上反映 若不按程序私自召開會議 並指定向黨最高領導人反映問題 對中共來說是非常嚴重的無紀律表現 幾乎等同政變 若此事發生 代表共產黨組織已經失控 石板明夫敘指 若共產黨組織失控 一定會有很多跡象顯現 不可能到現在 全球還只有一家媒體有報導 其他媒體卻沒跟進 過去他在北京採訪時 曾歷經多次獨家 假如報導是正確的 幾天之內全球主要媒體一定很快會跟進 並更新內容 如果一週以上沒有其他媒體確認報導真實性 只是把最早的那篇報導傳來傳去 新聞真實性就值得懷疑 石板明夫強調 一個重大新聞 如果細節太多 太詳細 就值得懷疑 這篇報導中 連習近平和親信幕僚的私密談話都寫出來了 不免讓人覺得不太真實 眼下 習近平政權在外交 國防 經濟都陷入了困境 正逢多事之秋 也是騙子最多的時候 不排除某些共產黨內部人士會故意放出假消息來混淆視聽 親臺轉移內部壓力 共軍分析師 中共還沒準備好 中國經濟下行 社會不安 令人擔心會否借攻臺轉移內部壓力 專長於開源情報分析 以台海安全及解放軍活動為研究中心 以追蹤共軍空軍擾臺數據而知名的國防分析師路易斯 接受中央社採訪表示 中共短期內沒有攻臺可能性 他說 雖然中國內部有些問題 但北京明白 攻打臺灣的代價太大 包括政治經濟人員傷亡的代價 我看不到共軍立即發動攻擊的跡象 他認為主因是 共軍目前還無法達成武力統一臺灣的任務 軍事訓練 整合作戰力都不足 攻打臺灣會是他們史上最複雜的戰爭 他們還沒準備好 路易斯說 中共確實花了很多錢買新武器 但不代表他們能正確使用 上一次中國打仗是1979年入侵越南 以蘇聯的軍事模式為一規 距離現代化非常遙遠 2015年共軍才從蘇聯模式轉向西方模式 就算花了大錢 也需要時間學會好好運用 他強調共軍並無實戰經驗 不像美國最近數十年已打了不少戰爭 且中國參與聯合國維和部隊的表現也不好 即便今年4月共軍的大型跨軍種聯合演習 結果也遠不如他們的預期 我相信共軍會樂於宣傳準備好了 但攻打臺灣所需的規模 以他們目前的訓練還遠遠不及 他認為封鎖臺灣是美國重大關切的利益 而中共軍力還沒準備好面對美國 另一種臺海危機劇本 則是共軍發動無預警攻擊 路易斯認為有理論上的可能性 但調動大批部隊會有技可循 就像俄羅斯侵略烏克蘭前的部隊移動被美軍掌握 以臺海而言 還會有海岸防衛的調整等跡象可觀察 因此開戰前的準備不會毫無預警 他也指出 未來還有一個挑戰在於共軍對臺灣周圍的侵擾以常態化 可能會在日常課表裡穿插大規模的各種演練 使得預先判別是演習還是攻擊會越來越困難 但無論如何 臺灣愈早準備 當危機真的發生時 才愈能夠因應 我們每天在副頻道發表一個視頻新聞 阿波羅網是獨立媒體 沒有政府和機構資助 朋友們每一次按動油管的特別感謝 都讓我們深深地感受到您的關愛和支持 尤其感謝純粹為贊助我們而加入會員的朋友們 我們唯有做得更好 回饋您的幫助 請您點讚 轉發和留言 讓更多人受益 也請您訂閱並打開小鈴鐺 選全部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